同学,身体不好,念佛人呢,很老实念佛了,为什么还有病? 天台直观里头有一段话,前面呢,我们也曾学几句,我们再重复一遍,它很重要。 直观说,和专事心事业,卧业病有病有三大类,第一种,是从隐私不当,中国古人常讲啊, 病从口如,这是生理的病,你吃东西吃的不适合,衣着不合适,上风感冒这一类,这生理上的病,这种病要找医生,医生能够给你治疗。 第二一类呢,云严业病,冤亲债主找到身上来了,这个病,医药没用处。 误打过斯德的人面疗,医药绝对没有,那个是冤家来报仇的,来说命的,这个要调解。 所以这个佛寺可以调解,他要能接受,接受调解,他就离开了,他离开你病就好了。 第三一类啊,就是为自己造的罪业,带来的病,既不是冤亲债主,也不是生理,所以这个东西很麻烦。 啊,这种病的根呢,这种病的根呢,往往很深,与前世有关系。 啊,过去世,一世,二世,三世,五世,不一定。 啊,造的这些物业。 啊,造的这些物业,那么现今世呢,破戒,啊,又造作一些不善,把续细的业引发出来了。 这就变成病了。 啊,让我们 五根,五根,眼耳鼻舌身,也都带着病。 啊,我们心里很清楚啊,要认真去思维。 去观察。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哪些过失。 啊,如果是杀业。 感应的是肝病,眼病,杀业。 所以有些军官,甚至于将军,万年的时候眼睛不好,肝有病。 啊,这是什么呢? 啊,打仗的时候杀人太多。 这经常都有啊。 啊,我们正看见的。 啊,饮酒醉业,是心脏病,口病。 啊,常常凶酒。 啊,常常喝得大罪,这是心脏就会有病。 啊,口有病。 啊,口有病。 啊,盈欲,感应的是肾脏的病,耳病。 啊,妄语感是脾脏病,食病。 啊,盈欲,感的是肾脏病。 啊,肾脏病。 如果学府破无界,也就是杀到盈望酒他独干。 那么他就会有五脏六腑的毛病。 啊,外面呢,盈儿鼻舌身都有问题。 啊,业障消了,他这些病就没有了。 这属于业障病啊。 如果今生念佛持戒都很好,都不错,修得不错,但是也能够动这个序业。 这是不错,过世身中造的有业,也会把那个业,不善的业,把它启动了。 启动之后啊,我们身上就有病了。 啊,不是这一身造的,都造的很不错。 为什么也有肝病,也会有肺病,也会有这些呢? 就知道。 啊,这是什么呢? 因为过去造的重罪,现在对这点小病呢? 这叫,这叫,重义情报。 啊,只要认真坚持修训,不要怀疑,啊,我持戒念佛还会有病。 啊,过去身中造的重病,啊,该读我道,该读地狱,现在带这些病念佛,将来能往生极乐世界。 不至于杜三国道,不再搞六道轮回,所以一定要想得这个道理。